大家好,很多朋友家里面可能有这种插板啊,带开关的 时间久了这个开关特别容易坏 遇到这种情况先别急着丢 其实只是一个小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维修 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解决 首先我们需要把插板背面的固定螺丝给拆下来 现在绝大部分的插板都是用的异形螺丝 我们用十字螺丝刀是拆不下来的 比如我这个插板用的是一个Y形螺丝 我们可以准备一套这样的螺丝刀 它有很多P头,一般常见的异形螺丝都是可以拆的 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上面的P头有Y形的,1字的,U形的,梅花的 还有三角的,十字的 我们选一个合适的P头 把插板上的固定螺丝给拆下来 这个就是损坏的电源开关 里面有三条线 黄绿色的是地线 蓝色的是零线 棕色跟红色的是火线 一般这个开关都是串联在火线上的 如果接到零线上的 那这个开关就起不了作用的 开关如果接到零线上断掉之后 虽然电器是不通电的 但是插板上依然是带电的 所以在很多控制电路中 一般这个开关都是接到火线上的 我们想维修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更换一个开关 不过这种就比较麻烦了 还得去买一个开关 这里就不说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 直接去掉这个开关 把开关两边的线 短接在一起就行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分钱不花 把这个插板给修好 这个开关上的这两条线 我们可以用电脑铁 把它重新接上去 如果线比较长的话 也可以用手或者钳子 把它拧在一起 现在这个线就接上去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黑胶带 或者热锁管 给它包一下进行绝缘 现在这个插板就修好了 然后至于这个开关 因为我们已经把线 从开关上给拆下来了 所以可以不用去堵这个开关 如果你是把线接到这个开关上的 需要封一下 避免手伸进去出电 接好线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插板装回去 试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插板上的紫色灯亮了 这个插板已经修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几十块钱 不用去买新插板